女人怀孕了 孩子却不是丈夫的 全村的男人都有嫌疑 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在场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 瘸子觉得无论如何 孩子都得生下来 但老李也不想当街盘侠 唯一没和圆圆发生关系的表弟 反而最有担当 主动站出来要当便宜爹 不过媳妇也得带走 老李这又不愿意了 自己花两万块钱买的媳妇 凭啥便宜了别人 就算自己不要 也不可能白送给表弟 圆圆依旧被锁在小木屋里 她幻想着孩子出生的样子 这时老李划着船过来 为了肚里的孩子 圆圆忍住孕途反应 尽可能多吃点食物补充营养 老李看了却很生气 冲着女人发泄心中的怒呼 之后又挨家挨户敲门 先是来到表弟家